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台北市起步贸易公司2014年9月间 从中国申报进口三项货物 玻璃瓶 桶装酒类 贴标机 企图把不许进口至中国原装酒拆成玻璃瓶 酒 贴标机 酒的部分以酒精香料来报官 被海关查扣后 该公司不服打行政诉讼 台中地院行政法庭法官审理后除判决该公司败诉 还告发苗栗酒厂犯性代表 无姓经理做伪证及出具不实文书 又告发其步贸易公司违反烟酒管理法 台中地院行政法庭法官张生兴指出 该案进口货物第三项贴标机上标签列印 金奖大区 特级高量酒 酒精度 58度 容量 100毫升 原料 高量 小米 产品种类 白酒 产品名称 金奖大区特级高量酒 总代理 台湾亚太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价50元等字样 第一项是玻璃瓶 容量每瓶100毫升 共计73,260瓶 第二项货物申报 货名为香料 G24桶 4800公升 其中第二项被海关验出是以骨类蒸柳酒当基底添加香料的酒 并非公告准许输入之大陆物品 依法没入销并处以罚款 其补公司不服 宿愿被驳回 提起该诉讼 法官指出 茶扣之酒类 宋华友公司及台湾烟酒公司检验 酒精含量都在50%以上 海关认定系蒸货物为一股类蒸柳酒为基底添加香料的酒 自属有据 其补公司便称 酒瓶与贴标机是苗栗酒厂委托购买 苗栗酒厂出具韩文称 令本公司因生产需要 委托其补公司进口玻璃瓶及贴标机云云 但经隔离讯问 其补公司阳性行政副总及苗栗酒厂无姓经理 证述明显矛盾歧义 两公司间无任何书面信约 支出传票 账簿凭证等 有违经验法则及商会计法规范 请吴经理提出购买酒瓶及贴标机的交易文件 出货数量等 吴敬请提出自行制作表格二指 无制作日期 也无单据 出货凭证 称并无书面契约 属口头订购 法官讯问时知误应答 反复伪称必须查证资料 曹帅唐塞 誓词谢责 供词持续颠倒 显然林总杜撰 再查又发现 苗栗酒厂犯性代理人 为其部公司理性代理人妻旧 董事为其岳父 酒厂裁妾而不舍 连续伪证 行使业务 登载不实文书为其掩护 出判决其部公司败诉 依职权告发无经理伪证 犯性法贷出局登在不实之文书 其部公司理性法贷 违反燕酒管理法 前经台北地检署 为不起诉处分 因本案出现新市政 向北检重新告发